如果再有這種人來 這些敵人是敵人的黑警 我能夠 我的錢 不然我來買iPhone 為何不用來做這些錢 不再呢 我拿錢去買車廳 買iPhone 我不想用iPhone 我拿來叫雞行不行 一家人 一家四口又不是四家 要很多四家 四家可以找我做MMH 要移民馬來西亞 你知不知 我覺得多一個地方去 又何樂而不為 而這個MM2H 我是堅決認為 我真的想不到 除了真的少少錢都沒有 為何你們會不去申請 詳情不要問我 因為我會說這個星期六 星期日我在教授 然後我看看會不會 這次放一盒帶出來 因為這一個 不是全世界最低門檻的移居計劃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門檻的移居計劃 移民監也不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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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不用付 那你還想怎樣 他不想怎樣 他不想付錢 事實上其實他真的不用付錢 唯一他付錢就是給我 我們的服務費 那多少錢呢 都是說一、兩萬元、兩、三萬元 是多少人 那兩、三萬元都沒有 那就沒辦法 他真的幫你不幫助 OK MH是一個什麼計劃 MH是馬來西亞 簡單來說 是一個黃金簽證的計劃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裏居留 每十年續一次期 不會不續的 只是付錢而已 即是付幾百元這樣 每十年續一次期 你基本上是享有在那裏居留 一切的無限居留 但是是不會有任何福利 或者入籍的 這個情形 就等於很多世界各地的黃金Visa一樣 像加拿大 希臘亞等等 類似那樣東西 他的門檻是很低的 這裏我不會阻礙大家的聽眾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時間 他的門檻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主申請人申請 就可以帶 基本上是帶了全家人過去 OK 當然啦 如果這些子女已經超過21歲 沒辦法 那你要自己獨立申請 否則 譬如有兩個小朋友 你 有一個太太 有老父 有父母 有外父外母 如果外父母 老父母 都是超過60歲的話 你一個人申請 你就應該可以帶老婆 兩個小孩 18歲以下 和四個外父母 是21歲以下 是八個人一起 過去馬來西亞 OK 而你要給什麼 就看你幾歲 大不了 其實都是放下 三幾十萬港幣 在那裏 你就可以 有這樣的計劃 幾十萬港幣 那你真的花了 不是的 是開銀行戶口 是在你的名字裡 開銀行戶口 你說這些門檻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去呢 我經常是這樣解釋 門檻低到這樣 放在那裏 還有四利息 沒有錯 還有四利息給你 另外有網友說 第一點 你要有一百萬 每個月兩萬收入 老實說 先給我們電話 OK 排名的要求 你記住 那一百萬 兩萬收入 它不是拿你的 它要你證明你有 你證明你有 你有一千種方法 你朋友借也借到來 就好像有人去美國讀書 是啊 OK 但你說我借不到一百萬 那就沒辦法了 對不起 馬來西亞 沒有投資移民計劃 如果你想在這裏長住 就需要申請第二家園計劃 如果是五十歲以下 你就需要在這裏銀行 放下三十萬馬幣的定期存款 差不多就是六十多萬港幣 就可以獲得十年的多次出入居留證 如果是五十歲以上 就更加少壓 存款額只需要十五萬馬幣 差不多就是三十多萬港幣